就叫他開戶 開完戶之後就把他的身分證跟 他把他的印章跟存者搜走 他說今天因為現在沒有會計 那會計明天會來上班 那所以說我們要幫你 就是我們用薪資轉帳的 那這個要做資料 所以你的存者跟印章先放在這邊 他就放那邊了 然後後來的話那個存者跟印章 很像是後來有被換成是詐騙集團用的 那個就是專戶 對 你看很可怕 然後後來他很像覺得那個公司怪怪 他沒多久就沒做了 很像做差不多快三個月 然後他沒做 結果那個公司沒有幫他保勞保 那他的家人就去幫他爭取這一條 就是失業給付 後來有爭取到 然後老闆也被罰錢 然後還被停業 然後還被那個就是 有被那個政府追討這一筆錢 政府他不知道怎麼弄的 那個可能還要再問我客戶 他很厲害就是 他幫他小孩要到這一筆錢 即使沒有保都可以要得到錢 像我記得我之前在那個差不多四年前 我有幫一個客戶也是一樣 他是那個產被 他就是他的眼睛是 這個眼睛是已經被那個鐵工廠 他在鐵工廠上班 然後鐵工廠上班 那個都會焊接嘛 焊接以為用替曬 然後結果那個打到眼睛 他其實他是沒有做好安全措施 他沒有擋那個護目 結果打到眼睛 他一打到眼睛的時候 結果整個眼睛他沒有及時去看醫生 然後後面導致潰爛 然後所以整個就是到榮腫的時候已經 他本來是附近眼科看而已 他就眼睛痛 然後後來變成這樣子之後 他去榮腫整個摘掉妝甲眼球 然後裝甲眼球呢 裝甲眼球之後就能供水晶體 然後結果那個老闆 鐵工廠老闆也是沒有保老保 也是什麼保險都沒有跟他保 然後到最後面呢 還是申請到70萬 所以即使你的老闆沒有幫你保老保 你都可以申請到這個錢 那個殘備金可以申請到 只是政府會在跟那個老闆索賠 只要你覺得說我這間公司 我就是沒愛了 我沒愛 我不會再跟這個老闆繼續交往 你就可以跟他交惡 不是故意跟他怎麼樣 味道堅保地 只是我們要爭取我們的權利 可是很多人會為什麼會 就是不申請 因為忍氣吞聲 我還要繼續這個工作 我還要這個保住這個傍晚 忍氣吞聲 可是當你說不要的時候 你等一下來選理事長 你決定不要的時候就可以找他 他就會幫你們解決了 那不然的話就是 就是我們公會每一個人 你都可以把那個 我們裡面的服務人員 其實如果說像我們在座各位 如果來這邊可以有時候 做一些幫忙性質的工作的話 那其實可以無形中學到一些東西 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那這個就是失業起步的部分 跟大家講一下 那大家應該都對這個 怎麼樣按這個表格會清楚了嗎 陳老師讓我可以問一下 就是那個就失業起步的話 他是他退保當月就可以了嗎 退保當月就可以了 比如說他那個2月 比如說2月15號裡之後 那就是2月16號就可以申請 你就可以去提出申請了 就提出申請 對 那如果過了的話 過了你就可以領錢了 我是說那個要申請的時間 他有及時去申請 他是很之後才去做申請 那你有3個月的時間啊 你不能超過3個月 就是2月 2月15號你離職嘛 3、4、5 你這3個月你不要超過啊 你太久了 就算3、4、5 對對對 那會是因為中間裡 因為你有可能你要跟老闆撥那一張 哦 所以他留在延緩的一些時間 他會延緩 他會讓你延緩 可是你不要真的不要超過 你超過了你這自己喪失權利了 然後還有順便要跟你們講一下 你要申請的所有的上面這一些的 就像比如講說死亡給付、老年 失能給付、傷病這一些、生育給付的話 你都不能夠超過2年 不能超過2年哦 一旦超過2年不能申請 像我那個客戶 我是不是說他有T3處到那個客戶 他裝甲眼球、人工水晶體 然後結果他裝人工水晶體之後 他說他跟老闆要錢老闆給他5萬塊 說你不用來上班了 給你5萬塊錢已經對你很好了 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因為他老婆是那個 就是外籍人士很恰伯 湖南人很兇 然後不是說湖南人都很兇 是湖南吃辣椒比較兇一點點 要爭取福利嘛 因為老公沒有工作了 所以他要去跟他爭取 後來他又再給他15萬 那也就這樣扯掉就沒有了 然後結果他的老公從此之後呢 就在家裡 因為一顆眼球是看不到的 然後因為沒有錢 所以是裝那個很差的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家裡每天那個喝酒啊 喝悶酒然後不工作 然後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結果是因為 那時候是因為我客戶的另外一 就是他的配偶 就是那個湖南太太 他的另外一個朋友是我的客戶 也是一樣是湖南人 然後他就跟我講這件事情 他跟我講的時候 已經是過了一年7個月了 已經過了一年7個月了 他說像那種老公他想你都離不掉 因為有小孩 他說他朋友很可憐 他說叫我能不能幫他老公安排什麼工作 他不想他的那個朋友的老公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去看的時候 我才發現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我們是寫純正信函 給那一家公司 說你是要被罰錢之後再賠錢 還是直接先賠錢 然後後來他是賠了 然後在給的過程中 這個還滿離奇的 因為醫生證明是寫勢力僅剩餘光 照理來講 對啊 我這樣子看 我這個沒有了 然後這個可以看得到一點點 那這樣勢力僅剩餘光算不算合理 合理對不對 可是醫生證明他這樣 就不足以證明是殘廢 所以不能申請 然後連那個商業保險也不能申請 我們商業保險也是一樣 勢力僅剩餘光絕對不算殘廢 就是你還看得到 即使你看到影子都算 你只能看到影子都算 看不見 對 然後到最後面 因為那個我親自參與我知道 後面我去剛好榮總的那個醫生 我有認識的 可是我沒有認識眼科醫師 我沒有認識那個 結果後面我去 我就跟那個醫生講 第一次去的時候被罵 醫生說保險公司不想賠 就怪我們 我說沒有 我是說我覺得他勞保也可以賠 然後那個醫生就態度比較好 可是他還是很不高興 他說我的專業不可能篡改病例 所以他就拒絕我了 然後結果我又去第二次 他還是拒絕我 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拜託我的客戶去跟他講 我說可不可以視力謹慎 余光OK 瓜號右眼0左眼多少 這樣子 結果他就加上去他同意 他說沒有他沒有暢改對不對 他只是加幾個字 事實上就是右眼沒有了 左眼這樣子 結果就這樣子殘廢就賠 那個眼鏡賠了70萬老保 然後他的上業保險也不理賠了 對本來都沒有賠 不過他買的不是我們家的啦 那時候也是剛好很湊巧 本來只是為了要去幫他看 能不能幫他找什麼工作 而且我就這樣子碰巧碰到 所以說在那個 在醫生證明裡面來講的話 真的有時候就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就是看你自己怎麼講 還有就是會吵的小孩有糖吃 你是這樣沒有站在手上嗎 有嗎 眼睛有沒有效 眼睛要兩個 要兩個 要兩個 可是他可以他可以賠錢而已 對 他沒有他就是要兩個 這樣快賠到一百 一百塊 對 他商業保險家 商業保險只賠30萬 因為他買很少 鄉下人在子官嘛 不過他這樣子的算還不錯了 就是至少原本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後來他們就自己開麵店 那請問一下一個問題 假如說失業幾乎對不對 他